來,老師先講一下怎麼做 我們有兩個東西可以選 我們剛剛是有看到畫面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正在繞火星的探測器 不斷的繞火星,不斷的把照片傳回來 不斷的當作電波蹤跡 再把好奇號的訊號傳給它 它再轉發給地球 它是一個強波器 可以把好奇號的訊號加強1000倍 然後轉發給地球總部 地球的JBL實驗室 你登陸到火星的東西是這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有兩個選擇 如果想做這個降落傘登陸艇的人 就大概這麼做 我們有一個降落傘 好,謝謝 然後我們把它丟上去丟看看 好,一二三,這樣 好,可以降落喔 這個降落構造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機器蜘蛛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蜘蛛? 有沒有人不敢拿蜘蛛的? 沒有,好 然後這個有一個登陸艇 要進入大氣層 降落傘還沒有張開之前只有這個 這個登陸到大氣層的時候 這邊會有高溫 會有兩三線路的高溫 這是貼了很多陶瓷 旁太陶瓷、耐熱陶瓷 那你要經過高速、減速、高溫 然後進入到大氣層的底層 才會拉開降落傘 張開之後就變成安全的減速的 這個大的面積的減速 那這個構造很簡單 我們後面連這個探測蜘蛛跟一個圓盤 然後前面要用紙模型 要用這樣的紙模型 自己把它剪成圓形的 拿到之後再多剪一刀 多剪一刀 然後多剪一刀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灰色的部分往後折 然後變成這個形狀 變成那些斗粒的形狀 就變成這個探測器 然後再黏上這個橘色的瓦爛板 裡面還要買一個沙包 沙包等一下會拿到 沙包是增加重量用的 這裡面黏一個沙包 就可以來增加一點重量 才不會輕飄飄飄飄走 太輕的東西 進入大氣場會被彈回太空 會沒辦法進入大氣場 所以要重量要足夠 才能夠進入大氣場 而且是沿著正確的角度 如果重量太重會怎麼樣 太重會直接墜毀 因為太重 角度太陡也會燒掉 所以重量剛剛好 像這個東西剛剛好 就可以讓降落得比較緩和 比較順一點 比較不會快速墜落 也比較不會飄到外太空去 我們有兩個東西 我們先拿材料 這一組如果想做這個的人 我們就直接先剪垃圾袋 跟做這個圓形的紙模型 跟剪圓形的塑加瓦爛板 先做這個 還有繩子 如果想做這個的人 探測器繞火星的人 我們可以先剪太陽能板 然後再剪這一張 這一張大張的是衛星本體 要把它剪成這樣子 周圍好幾個配件要留著 這個配件等一下可以做成 旁邊的三個通訊裝置 跟Gamma射線偵測器等等 然後還要裝一個電池盒 還要裝LED燈 這個閃爍正在傳輸圈套回地球的這個東西 可以自己選 我們自由選擇 想做這個人就做這個就好 等到這個做完 有時間我們再來做這個 想做這個的人 就做這個就好 有時間的話 這個做完再考慮做這個 如果做完一個 另外一個也可以大腿再做 我們開始動作 有問題都可以舉手 老師先講一下這個怎麼做 我們一步一步講 想聽的人聽 如果覺得自己可以掌握的 可以自己先動作的也可以 我們先做這個時候 先把這個剪開 把這個圓形的拿到時候 剪成一個圓 然後剪完之後 剪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扇形剪一刀 在這個黑灰色的扇形的任何一邊都可以 灰色有兩邊 灰色的扇形有兩邊 任何一邊都可以剪一刀 從外面剪到中央 從這個扇形的外面剪到中央 一刀就好了 然後剪完之後 用雙面膠或透明膠再把它黏住 把灰色蓋住 灰色不能看到 整個灰色的扇形都不能看到 然後黏住之後 就可以得到一個疊盤 一個燈陸體 一個類似倒折的斗粒 然後呢 再把沙包黏進來 沙包用透明膠帶黏在中間 沙包有個小沙包 黏在中間增加重量 它大概是一個十塊錢銀幣的重量 然後黏在中間增加重量之後 接著就把這個圓盤狀的塑膠板 塑膠網路的板 用膠帶 用透明膠帶黏上來 可以黏四個邊或六個邊 或者是黏一整圈都可以 自己決定喔 然後黏完之後 再黏四條繩子 每個人都有四條繩子喔 這個四條繩子用綁的 可以綁在垃圾袋的四個角 一個大垃圾袋有四個角對不對 然後四個角用綁 把繩子的末端綁在這四個角 然後繩子的另外一端呢 用黏的 用透明膠再黏在四個點 這個白色的四個點 或者是這個橘色的 隨便四個點 對稱的四個點就可以了 黏完之後要記得打一個結喔 大概在靠近這個登陸挺的十公分的地方 距離大概十公分的地方 我們用個膠帶 捆個兩三圈 把這四條繩子縮在一起 這樣才會穩定喔 如果沒有縮這個動作 沒有黏住的話 它會搖晃 比較不穩定喔 這樣縮在一起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不會打結喔 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想做這個可以這樣做 沙包在這邊喔 每個人會有一包沙包 沙包要黏在 黏在這個肚子裡面 就是這個疊牌的正中央 用透明膠帶黏 黏在正中央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剪開 剪開垃圾袋 老師先示範一個垃圾袋 怎麼剪開剪成一大張 好 可以看一下喔 想看的人可以看一下 這個垃圾袋 每個人拿到一大張之後 先不要摊開喔 可以先不要摊開 然後我們找到它的 找到它的什麼地方 找到它的這個封口 就是有一邊是封住的喔 另外一邊是開口的喔 我們找到一個封住的那一邊 然後直接在還沒有摊開之前喔 就先用剪刀 剪掉整個封住的這個部分 剪掉它這樣 剪完之後呢 變成兩邊都開口的喔 剪完之後兩邊都是開口 然後再稍微摊開一半 好 可以把它稍微摊開一半 像這樣有沒有摊開一半 摊開到最開也可以的喔 那至少摊開一半 然後摊開一半之後像這樣 這已經是 已經是很大張了喔 可是我們 把它做更大張喔 它的降落的 緩降能力會更好 我們再把它擺成橫的 擺成橫的之後呢 我們再剪一刀 用橫的這個 這個方向喔 我們從頭到尾 從左到右這樣剪一刀 然後剪這個 最上面這邊 剪一刀 這樣子 一路剪過去 用滑的也可以 用剪的也可以 邊剪邊滑也可以 剪完之後會怎麼樣 剪完之後會得到一大張對不對 這麼大張 所以就變成一個超大的降落傘喔 這個降落傘很大喔 它就可以讓你的登附艇 降落得非常緩慢 就像這個一樣喔 這樣子 我們再試一次喔 降落得非常緩慢 從火星這樣下來對不對 就很有登陸的效果 你登陸到金星 登陸到木星土星 其實也用這個方式喔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喔 有大氣層的都可以 不一定要像類地行星那樣喔 類木星樹也可以 有氣地行星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進入大氣層喔 要綁四條繩子喔 四條繩子綁在四個角 等一下有問題呢 也可以來試一次 在前面看喔 可以稍微走動一下 到前面看一下這個構造 現在老師先來講一下 第二個東西喔 我們第二個東西呢 是這個 繞火星的探測器 太空探測器喔 順便當作衛星中繼站 電波中繼站的使用喔 那這個東西第一個是 最簡單的是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呢 只要把邊周圍的這個白色的邊剪掉就好 還沒剪的時候周圍有白色的邊 剪完之後周圍沒有白色的邊 裡面的白色不用剪掉喔 然後剪完之後呢 折到這樣之後 我們把它對折 對折 折到這個藍色的太陽能板之後 我們把它對折 折成怎麼樣 折成一個細細長長的 雙面都有圖案對不對 太陽能板 這樣喔 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對折成 細細長長的 雙面都有圖案的 太陽能板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中間用什麼東西黏住 中間可以用雙面膠或透明膠袋 周圍用透明膠袋也可以 把它黏住 黏完之後就可以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 黏到衛星本體 就變成這上面的太陽能板喔 那接下來這個比較難的部分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大件的這一件喔 它是衛星本體 衛星本體 撿完之後會講這樣喔 撿完之後長這樣 還沒撿之前是這樣對不對 撿完之後是長這樣 撿完之後長這樣喔 就是沿著虛線跟實線去撿 然後萬一撿壞了沒關係喔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非常多透明膠袋 所以撿壞了都用透明膠袋黏起來就好了 事實上都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本來就會用透明膠袋 所以不小心多撿了一刀 不小心頭斷掉這個可以黏回去就好了 就是都不影響 因為紙模型本來就是可以黏的 本來就是可以到處都用膠袋 雙面膠袋 所以它本來就會有一些縫啊 都要影響 然後整個撿完之後啊 又把它摺別成一個方盒子喔 方盒子比較難 方盒子類似什麼呢 類似餅乾盒 餅乾盒意思是這樣喔 就是把一個平面的啊 黏成立體的 那有畫虛線的地方都要往後折 那我們用透明膠袋就好了 我們就不用膠水啦 因為透明膠袋很容易 很容易讓它馬上乾啊 就不用等 而且也不會濕濕的喔 黏成一個這樣子方盒子 方盒子喔 這個方盒子呢 像餅乾盒一樣 所有的虛線都往後折 然後外圍都可以貼透明膠袋 全部貼好之後啊 就會得到一個很堅固的 堅固的長條狀的方盒子 然後這個方盒子 只要黏完透明膠袋 就可以用泡棉膠 跟剛剛這一個碳門板 黏在一起 這樣子喔 那你就變成一個衛星了 好這樣子 如果這兩個都各自用透明膠袋黏完之後 他們兩個之間呢 就可以用泡棉膠黏上來 好 就變成一個人造衛星 但是還沒有周圍的配件喔 我們周圍等一下還會再裝 電池盒 黏上來 然後也會再裝那些小配件 所以這個周圍有好幾個小配件啊 我們還會把它剪下來 再黏到周圍 小配件比較難剪 我們剪大一點的 小配件只要三個喔 這一張紙上有五個小配件 五個 黑黑的這個 我們事實上只要三個 我們只要最大的三個 因為小的不好剪 我們剪大的小 然後三個就夠了 三個就可以黏在三個面上 得到整個 黏到衛星 整個火星探測器的所有的裝備 然後呢 第四個面就黏電池盒 第四個面是黏 這個電池盒 這個 這個電池盒黏到第四個面 所以我們事實上只要剪三個小配件 這個小配件不用剪到五個喔 這張他們有五個喔 但是只要剪三個就好 有問題的人呢 都可以到前面看 都可以 研究一下這個成品 研究一下這個已經完成的作品 看怎麼樣 然後最後老師等一下再來講LED怎麼接 LED要接對了 接錯可能會燒掉喔 所以我們要 這個LED燈 要怎麼去接 老師等一下會講 好 來 老師今天講第一次喔 有空的人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就有發LED燈 這個藍光的LED燈 這個藍光的喔 藍光了不起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新聞 最近兩個月的新聞齁 發明藍光LED燈的人 怎麼樣 得了諾貝爾獎對不對 日本人 三個日本人齁 發明藍光LED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以前LED用了幾十年 都做不出藍光齁 都只做出什麼 紅光啊 黃光啊 綠光啊 等等 那藍光做出來之後什麼了不起呢 藍光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光是什麼 光是 太陽光 白色的光是什麼東西做什麼 是RGB 三原色組成的喔 就是把 紅色啊 還有綠色 還有藍色喔 三個顏色的光 混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白色的光 黑色的光 黑色的光可以做什麼 可以用來照明 可以變日光燈的 照明用 也可以變車燈 車燈照前面喔 所以藍光出現之後啊 就可以把之前的 綠光跟紅光 加上現在的藍光 組合成白光 就可以變成一個革命喔 變成全世界的照明革命 研發出很省電又很亮 又不會發太熱的燈泡 就可以 改變 改變這個世界的照明的這個 科技喔 以前都是用日光燈 以前都是用傳統的燈泡 現在就可以用LED來變成 路燈啊 變成車燈 變成 室內的這個 天花板的燈泡 那我們拿到這個 藍光LED之後啊 會注意它有兩隻腳 兩腳腿 這兩隻腳 一腳 一腳長一腳短喔 長的腳是正極 短的腳是負極喔 電池盒的紅色的線是正極 然後電池盒的黑色的線是負極 所以 要接貴喔 接錯的話 可能會燒掉 而且會很燙喔 那我們拿到電池盒之後啊 要先把它撥開 把電線撥開喔 這個電池盒有兩條線 紅線跟黑線對不對 我們要把 紅線跟黑線末端的金屬啊 撥 用剪刀或用撥線全撥成 一公分長 如果已經撥好了 就不用再撥了 如果還沒有撥的人 就要先把它撥開 撥成一公分左右的金屬 這樣比較夠用喔 這個銅線喔 要露出一公分 像老師這樣撥喔 老師這樣撥喔 要用撥線全撥 把它撥成 有一公分露出來的金屬 裡面是銅線 銅絲 然後露出來之後啊 我們就把紅線跟黑線的銅絲 銅絲 繞在什麼地方呢 繞在LED的兩條腿上面喔 然後LED的長的腳 只能繞紅線的金屬 然後LED的短的腳啊 只能繞黑線的金屬 我不能要做齁 紅色跟黑色的繞對 繞完之後啊 裝上電池通電看看 這有開關對不對 這個電池有開關 開關關想是通電 打開是斷電 所以關上去之後 如果發現有熱量有在閃爍 就是成功 就是對的 如果沒有閃爍 趕快斷電喔 因為你可能接錯了 接錯可能通電 通過三秒鐘可能會燒壞掉 所以趕快斷電 趕快檢查一下有沒有接錯 紅線只能接LED的長的腳 然後黑線只能接短腳 因為黑線是負頸 因為紅線是正頸 怎麼會乾澈 得到 爐 銀 according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